县政总咨询第三天 县议员张美慧 首先对于县长徐振卫 日前在县市首长施政满意度 荣获金奖夹击表达肯定 不过随后对于花莲县政府 推动返乡客运 花园城市日出香榭大道 蒲丰案等后续作为 认为县府团队不应虎头蛇尾 敷衍了事亲乎名义 县政总咨询第三天 县议员张美慧 首先对于日前县市首长施政满意度 花莲县长荣获金奖表达肯定 不过随后对于县府团队 相关作为提出质疑 包含返乡客运的停办 花园城市日出香榭大道 以及捕封案 至于县府团队是否有在 请听名义还是一意孤行 县长有好的成绩表现 需要县府团队一起来 那县长的往前带领 各局处跟得上脚步吗 在县长提到 这三大块的这个领域 三个目标三个指标 那是不是局处首长 也都是一样的同心同德 还是理心理德呢 那本席来针对最近的一些 在卫民服务工作上 看到的 在县府的相关局处 的决策的态度 整理出这五大类 五大面向 在民政处在4月23号就回给本服务处说 因为种种原因 所以要停办这项返向客运 那停办的理由 来看 经查民众对客运 搭乘意愿不高 还有行车时间过长 乘车舒适度不比火车 而且迷达时间难以掌握 客运搭乘率低落 那还有平均乘车率50% 那还有这个目前没有一票难求 而且为了使本县的财政有效利用 所以不再办理这个返乡客运 好我想要请问民政处 什么叫经查 你对谁调查 你调查哪些人数 你调查时间是什么 你的目标对象是谁 还有你提到 在工作报告里面 也提到 雪税会塞车啊 还有这个舒适度啊 而且搭车抵达 回到花莲的时间不一定 所以家人很难去接 那乘车率50% 好 那我想请问 你有搭过吗 本席搭过啊 我觉得很舒适啊 本席认为很舒适 你在 你也可以去了解 很多人都觉得 搭起来真的是不错 那难以掌握这个时间点 如果依照你的论点 那北花公路不要开了嘛 你就请这业者 统联台北 这个首都通通都打到回府 就搬回去了 撤出花莲市场嘛 本席要你是以为民服务 这样子的一个立场跟角度 来提供交通选项 县府开办的 本席不是要你去统计 客运的乘车率 如果要这样子 那建设处你的转运站也不用开了 也不用再信件了 观众处 你也不用在台湾好行的积极推动 泰鲁阁县 花东县 花莲的市区客运也不用推了 这些都不到50%的乘车率啊 306 307 308 通通都不要开了嘛 你没有依照为民服务的角度 去开办便民的措施 基同压奖 如果你所谓的财政有效利用 你会在你行业处长任内 编一千五百万 要买六个电子看板 如果这样子是有效的利用 会被议会删除经费吗 整个就是敷衍了事嘛 你没有依照本席提案的建议方式 本席提案是一百元的票价 基于使用者付费的立场 其他的费用请县府来补贴 你还是依照两百元的票价去开办嘛 而且完全是负面表列 如果你没有为民服务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跟精神 你怎么样待在花莲县政府去任为县长的团队里面呢 也没有减少你的票价的一个订定根本是有问题的 而且你要搭乘这个票 这个还要去到民政处去取票 你也没有更好的辩明措施啊 你就是已经设定好结论去做这件事情 完全的敷衍了事嘛 决策品质在哪里 决策能力在哪里 还有光看这个夏天到了 城市酷热 这个温度非常的高 那建设处这边说 一直要请图木济师工会 那评估跟调查的这个时间点结论是什么 怎么因应 那相关停车位这些淹水的问题 是不是有解放呢 问到这里 我想提到的就是说 那为什么不要悬崖勒马呢 相谢大道这件事情 建设处长在工作报告里面有提到 我们后续的工程 工序都是滚动式检讨 那本席在这边就建议 中华路到民国路就不要做了 就应该就地中止嘛 避免你的民怨持续的延烧 因为县长说尊重民意 而且本席建议 把这个工程经费 你可以转做到南京街 福建街 广东街 成功街 上海街 这些相谢大道周边老旧街去的改造 你可以变更计划 就此的悬崖勒马 还没有做的 一切都还来得及 这次长方眼黄理事报导